大娘說 不能到啊 對我非常不能到 然後拿著那個衛生所的資料 因為衛生所寄通知給他 不能到啊 我被人家要求 不能再生啊 要解育不准我生啊 你看這麼不人到啊 然後記者說 你生幾個啦 我才生三個啊 你說那個時代一開話 你也可以生三個 還可以生三個耶 我們都是記者出身 我們最知道了 我想反問一句話就好了 就可以打臉王定宇焦糖 還有張柏 陳柏惟 陳柏惟 苗柏惟都是柏惟 你提這些人幹嘛 就是打這些人的臉嘛 你自己看啊 我剛剛問一句話 我們記者一定都知道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是 那麼的極權 言論自由沒有對不對 請問一下 這些BBC跟CNN 到新疆去採訪 第一會不會進得去 連採訪都不給你採訪啊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他會開放採訪 表示他心裡面坦蕩蕩 OK 那也可是沒關係 你就說沒關係 我們去採訪就知道 有還真的去採訪過好多了對不對 BBCCNN不都去了嗎 去了之後呢 帶回來的 還說裡面又墮胎 又結紮又結育 然後又怎麼 那通常都只有訪問一個人 然後一個人呢 可能就拿著一點點小資料 說我被欺負了 然後呢 你還可以出得了新疆耶 然後你還沒有變成蕭波塊 你還可以從新疆搭飛機 回BBC 回英國再把它做成袋子 對 然後還可以放到全世界去播 然後這個記者還活著 哇 那中國大陸真的是丟臉啦 嗯 怎麼會是極權國家 怎麼會是 啊 對 嚇張國家 連嚴親標標歌都不如啊 要是有問題的話才不會讓你看 早就變蕭波塊了啊 怎麼還會播出 播的鋪天蓋地 讓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播說 你看新疆雪棉花 新疆的女孩子多可憐 被人家逼著用 光問我們記者這一行就好 不要去問其他的人 你覺得合理嗎 不可理 怎麼可能 你去採訪北韓不也是這樣子嗎 你真的要帶出來 你得偷不偷路啊 你看那個新疆的畫面 都是大方方的站 坐在BBC的鏡頭前面 坦慨而談 然後還可以讓你回答 哇 那我不曉得到底是誰的問題啊 是啊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你如果要去拿北韓相比的話呢 記者到那邊去處處受限制 而且你要拍什麼 他一定都要看 所以呢 這個都要經過檢查的 不要那麼智障嘛 對 很簡單的邏輯 等一下我會再用更多的內容 來反駁大家 用各行各業的common sense 不用到高深的學問 就知道新疆沒有人權什麼那個 隨便不攻自破啊 對 但是就是有一堆人在高朝 我剛念的那群人 王定宇啦 是 苗柏雅啦 張柏 陳柏惟 這個雙柏 然後還有我們焦糖 全部的人 每天都在他們 每天都在他們粉專 然後take以前BBC的報導 CNN的報導 然後每四個人 五個人都take同樣的東西 然後呢每天都在裡頭去說 新疆好可憐 新疆多可憐 請問一下 你們這四個人 哪一個人去過新疆的啊 嗯 我很好奇 嗯 在新疆事件之前 你們的Google裡面 曾經出現新疆兩個字 你們曾經拿起你們手機 Google新疆兩個字的這四個 是 請問哪一位 嗯哼 一定是跟著這次事件 然後開始就貼出這些新聞 說你看我關心捲棉花 我關心那個勞動強迫 嗯 我關心新疆問題 請問一下 新疆分南疆北疆 你知道嗎 你知道新疆的首輔在哪裡 你知道嗎 哈哈 你知道新疆現在產棉花 是在北還是在南 北跟南的品質又不一樣 你知道嗎 是是是 那新疆的棉花 年產量幾噸你知道嗎 嗯 都不知道 嗯 只會take 然後每天用這種 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 在匡辯台灣 這些無知的老百姓 我跟你講他不是說似是而非 他們會說 美國說的就一定是 哎 如果大陸說的就一定是錯 就是非 所以呢 這個很明顯嘛 就是要聽美國的 現在這國際秩序 全部都以美國為首嘛 美國至少他們現在都說 哎 要以我說了算 可是問題是呢 你記得嘛 就是大陸的這個 Washband主任楊潔篪 不是之前在2加2的 峰會會談當中 他怎麼講的呢 他不是講的就很清楚了嗎 就說這個國際秩序 要重新要回到什麼 要回到聯合國 所以剛才一開始 不是提到嗎 既然聯合國秘書長說 要去新疆去看 那麼當然大陸方面 就一定表態歡迎 這個就是什麼坦蕩 就是沒有問題 來拍嘛 來拍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還真有人拍過 真有人拍過 誰拍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視頻 但是呢有興趣 可以上去看一下 這位叫做安妮鼓勵 非常漂亮一位維吾爾美女 結果她其實是在 你知道嗎 是早在 不是現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才去拍啊 2019年就去拍了 結果去新疆 她的家鄉去拍 到底那棉花怎麼採 可是你知道 在新疆拍到的畫面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她後面啊 大家看到有一台機器 那我看到呢 這一位安妮鼓勵她的介紹呢 她就說到 她說其實現在啊 很多都用這個開採了 而且她還有這個名稱 這個機器本身有名稱之外 而且還告訴你 一台是要價500萬元人民幣 那麼呢她這個裡面呢 開採了以後啊 就可以讓這個棉花啊 就變成是什麼 像是在下雪一樣 她還甚至呢 就特別把這個 很多很多的棉花 拍出來給大家看 都是用這個機器來開採 並且呢 她如果說機器開採 裡面可能還是有一些 可能有比較黑的啦 品質不是那麼好的啦 那麼就必須要透過人工的方式 去做篩選了 那麼她裡面還特別還有去訪問 什麼甘肃來的大媽啦 辛苦的勞工朋友們啊 但問題是 並沒有所謂的那個強迫勞動啊 所以其實呢 在那個影片當中 就看得很清楚 對 有圖有真相 那問題是 當你在指控說 那有所謂新疆棉的時候 那有沒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施政呢 其實我後來發現 好像自己也有特別去關注 就是在大陸有不少的 這個外國的我們所謂的網紅啊 YouTuber 其實他們好像也有很多 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人們 他們的意見 對 因為我剛剛隨便講嘛 我剛剛第一個 光用我們新聞採訪的基本邏輯 都知道 如果新疆真的這麼不堪 第一 她不會讓你去 她都讓你世界各國去採訪了 BBC的記者沒人攔著你 CNN的記者沒人攔著你 你都可以把這些素材帶回來 你卻挑其中 你訪問了七八天 好不容易找到那麼一個兩個樣板 然後故意把它妖魔化 那就是你的問題嘛 如果真的大陸 如果真的它是這麼極權的國家 它會讓你帶出來嗎 別鬧了 別鬧了 不可能 我們都是採訪過國際新聞的人 這個國家能不能帶什麼素材回來 我們自己清楚得很 你怎麼可能 光第一個邏輯就不合了 對不對 然後這些所謂的視頻 他們去拍到了這些東西 你可以完全就可以打臉他們裡面的東西 包括大家去看裡面很多採訪的內容 因為我還要再找 包括說有一個大娘 她經常每次都拿這個樣板出來 可能我要找 大家等一下有空的話再去 那你就先說 我先講 你先說 那個大娘 每次被採訪都是她 常常都是那一個五個那幾個 然後她拿了資料 然後更好笑的是 你知道 她是問有關劫育 然後墮胎 因為最被人家詬病的不就是兩個嗎 大娘是BBC的報導 我也特別去看了 大娘說 她說不能到啊 對我非常不能到 然後拿著那個衛生所的那個資料 你衛生所寄通知給她 不能到啊 我被人家要求 不能再生啊 要解育不准我生啊 你看這麼不能到啊 然後記者說 你生幾個啦 我才生三個啊 你說那個時代一胎化 你也可以生三個 還可以生三個耶 更好笑的是 CNN的那個 訪問那個另外一個女孩子 你知道 她說我被人家 整個共產黨政府不准我們生啦 然後你生幾個啦 我生七個 這個就更誇張了 增產報國啊 不要說在新疆啦 這個叫捷育嗎 你在世界各國生到七個 政府一定會過去找你的 不要說只有新疆 你連美國人家也會找你說 欸大媽 可能要捷育了 少生一點吧 別再這樣子了吧 你這個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呢 那個寄來 他拿這個手上一疊 拿什麼罰單 衛生紙就過去了嘛 他說大娘你就生三個了 你生兩個已經叫你不准生了 上頭規矩生第三個 那你要得付出社會代價嘛 就像我們台灣 那個時候也是兩個恰恰好 一個不嫌少 那如果再多的話 政府就可能在某一些稅金的減免 或者可能優惠就比較 你看那希望你不要生嘛 你經濟狀況好那你就多生啊 一般來講希望台灣生活品質好對不對 所以那一個通知是說 好啦那如果你這樣子你再生 那你第三個不好意思 政府這個取消 這個取消這個取消 給給你多加一些稅 多加一些什麼 你看啊多不人道啊 這個完全就是荒謬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因為他最後還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為了不讓我生啊 逼迫我捷育 他怎麼逼啊大娘 說他們為什麼提供避孕器啊 叫我裝啊 那你裝了沒 我就不裝啊 喔他不肯 那逼你什麼啦 對啊 強迫你在哪裡啦 所以他還可以不肯的話 就不叫逼啊 對啊 是 然後把這個呢拿回去BBC 大肆播放那個標題一下 那記者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逼捷育 然後墮胎 然後那個罰款 然後不覺得這個媒體到底怎麼了 是啊 然後我今天我有一個好朋友 怎麼 我再講一個很好笑的給你 那個好朋友是我們李季鴻律師 我只要疫情知不知道 我不清楚 他也是常常會上一些台灣經驗 主要他是 因為他對汽車 他是屬於比較會懂那種 汽車保險的那個部分 所以呢他今天寫了一篇 李季鴻 OK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 對 他是一個大律師 OK 他這一篇呢 他就算了那個成本給大家看 這一篇 集中營的成本 集中營 就是因為大家兩大一體嘛 一個就是說對婦女的不人道 對不對 解育墮胎 我剛剛解釋了吧 是 你有覺得被被 沒有啊 沒有啊 這不是逼迫啊 第二個就叫做集中營 對不對 嗯 集中營可不可能 有可能 如果大家把它想做以前那個恐怖時代 恐怖分子的時代確實有可能 但是這位李季鴻律師 他給大家一個 common sense 今天疫情我都不提供很難的 那種什麼一定要 什麼高深的國際關係 沒有 我們很簡單的 因為BBC跟CNN這些美國的媒體 帶給大家的消息是 新疆至少有兩百多萬人被關在集中營 對對對 有吧 有這個數據吧 兩百多萬人吧 是 大家說 沒錯吧 我沒有框嘛 好 那我們就以兩百萬人 打對折 可以了吧 我夠厚道了吧 一百萬人就好了 玉琴你知道我跑社會新聞 是啊 律師 因為他常常要去律見 對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有人 你說去監獄 對 他們當事人不常會關在監獄 然後他要幫他打官司 對對對 所以他常常去監獄裡面 這個叫律見 律見 就叫律師見他 然後問一些案情 對對對 所以他會在監獄裡面走來走去問 你們吃多少啊 是啊 欸 你們一個那個獄卒 就是那個管理員 一個月薪水多少錢 所以他對監獄了不了解 了解 一定的 我社會新聞的 我大概跑監獄十幾趟 不是啦 我沒有被關 你也懂啦 我也懂嘛 所以我跟他的兩個就研究了一下 我們對監獄這麼了解 OK吧 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 我們其他先不要管 一個人的房子 平均大概是0.5到0.6平方 換轉成大陸大概是 0.4米 0.4 平方米 一個人大概就 我們這個桌子再更小一點 對 一個人 很小啊 一個人喔 0.7平 一瓶大概是一個榻榻米 連一瓶都不到 非常小 十分之七的榻榻米 熟 僅能選馬 OK 一個人喔 如果這樣子來算 一百萬個人 要有一個集中營 叫一百萬人 你知道要幾瓶 一百萬瓶 七十萬瓶 一個人0.7瓶 一百萬人就七十萬瓶 你可能對數字沒概念 我給你一個參考數值好不好 你知道整個細膩計畫區幾瓶 四萬五千瓶 等於十八個新一計畫區 請問一下 有人願意提供這麼大的地 要不要錢 他會說新疆很大呀 很大呀 好大呀 那你知不知道紫禁城去過吧 那個清朝的最後一個 北京的紫禁城 夠大吧 走三天五天也走不完 二十二萬瓶 你要三個半的紫禁城 所以 我不是說新疆的地大 不能去找到這樣子的地 請問有人蓋這麼大一個建築物 然後最後空拍拍不到 對啊 我跟你講最奇怪的就是 你最起碼秀個照片給我們看看嘛 對不對 總有一點印象 模糊再怎麼樣模糊不清都行 沒有嘛 模模糊糊的隔著雲層都沒關係 影射都沒關係 沒有 再來他講地 我覺得還不能說服 就像我剛剛我也會反駁他嘛 人家搞不好新疆地大物博 不能什麼人家願意 ok 錢 錢 總有問題了吧 一百萬人 ok 我剛剛講的多激動 你的麥克風掉了嗎 哈哈哈哈 哇 你什麼時候把他灰掉的 趕快 有志必須死 有志必須死 有這麼激動欸 你看看 哇這個有志 你什麼時候把他灰掉 我都不知道 我再算一次給大家聽 是 一百萬個人 一百萬個人 我們不要以什麼來算好了 不要以大人的食量 我們用營養午餐 可以吧 對 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一餐 花費多少 35塊 對吧 然後35塊 營養午餐而已 35塊 我們算 公家單位不賺錢 35塊 一般廠商一個人賺個10塊不過分 10塊錢扣掉 25塊 一百萬人 你知道光吃午餐 一百萬人一年要吃掉多少你知道嗎 那就乘以25嗎 370億台幣 午餐喔 還不包括早餐跟晚餐 哇 很驚人的花費喔 中國大陸瘋啦 為了要管一個集中營 要把新疆弄垮 結果每年喔 到現在已經10年喔 每年光午餐花370億 晚餐不算 早餐不算 水電 這些通室全部不算 只為了吃 一年花300多億 然後花了這麼多的錢 關了這麼多的人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對 然後我請問喔 依我對監獄的了解 大概平均每10個人 要一個管理員 100萬個人要幾個 10萬個 一個人薪水 四萬塊台幣好不好 差不多吧 我們更高 台灣的玉竹是更高 4萬塊台幣等於1萬塊人民幣 對不對 一個人1萬人民幣 對 一個月12萬人民幣 再乘於2萬 光薪水啊 一年要這些管理員的薪水 至少就100億台幣 午餐花370億 薪水100億 晚餐再給它400億 然後為了水電什麼 為了要一個集中營 為了要搞垮一個新疆 一年大陸花1300億 但是我覺得 好笑的是在於 大陸為什麼要把新疆搞垮 是不是美國比較想要 把大陸的新疆搞垮啊 大陸把新疆搞垮的理由在哪裡 爽開心 美國嗎 我說大陸啊 如果真的是照他們這樣講 沒道理啊 理由在哪裡啊 沒道理啊 搞一個自己不爽的事情 然後每年花1300億 對 請問一下為什麼 錢多啊 我高興 老子爽 這不是這樣子 搞那事情的嗎 所以 葉宇晴摸到我的手了 你用膝蓋 他很開心 開心 好多人懂那樣 所以美國 美國 跟大陸相比 誰比較想要去把大陸的 新疆弄垮 大家用膝蓋翔也知道囉 是不是 對啊 為什麼 弄垮了以後 這個之前叫 Colin Powell的前幕僚長 你等我講完 之前的那位幕僚長 他怎麼講的 他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要把 阿富汗弄亂的話 那麼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搞亂這個秩序啦 那今天新疆把它搞亂的話 不就是可以把大陸的秩序 去給搞亂了嗎 對啊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仇恨啊 對立啊 都從中國大陸內部而生 那最開心的會是誰 美國 是不是美國 是不是其他的這些 跟大陸在對抗的國家們 所以啊 這個怎麼想都覺得 沒道理對不對 怎麼想都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想不出一個 一個他 可以如果從把新疆毀掉 他有什麼開心的成分 來來來 有志喝點水 哈哈哈哈